杀害海地总统的嫌犯有近30人 到底是谁对他们下指导棋 给钱要他们执行这场暗杀行动 答案或许已经浮出台面 警方口中说的沙龙是一位63岁的海地裔美国医生 海地警方指控他设有重贤 想要篡位当总统 人住在佛州的沙龙 2011年曾上传影片到网络 发表自己对海地政局的观察 海地警方则说 他们在沙龙的住所发现不少武器 大批民众聚集在警局门口 要警方交出谋杀总统的嫌犯 就连当地的黑帮大佬 也说总统被暗杀 是警方反对派资产阶级勾结 才会害死摩依士 海地政局因为这场暗杀事件 变得格外混乱 现在又多了一名美国嫌犯 卷入刺杀案 让美国与海地政坛的牵扯 变得更加复杂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